這塊土地 也許很多人已經有看過了 但是也許一樣的山 一個人的見解角度不一樣 所以我這樣大概就是跟大家報告來分享今天的一個主題 那 首先 我跟楊爽一樣都從高雄來 所以我們都要講猴子的事情 一樣 這個是來山的明火 那 各位也許了解這個 像這樣的冬天 在日本的黑海道 我准他要出什麼東西 一定要從地下去挖一些東西 那 挖的話 這個 你看這個都是泥土 這個不好吃 那 其中呢 有一隻猴子呢 那就 把這個 把零食呢 就拿到這個隔邊寄食 那他出的津津有味 結果呢 隔天呢 就有另外一隻猴子 接著這個 他這樣的一個這個行動 那 隔不了一個禮拜 所有的猴子 大家都會 挖到這個馬鈴薯呢 先到隔邊去洗衣 這個就是第一隻猴子 所以你想不到這個柴山的猴子 真的是很聰明 他會 拖拉鍊 有一次呢 就在那邊旁邊運動 欸 忽然呢 這個拉鍊就被他拉開了 他也會搶你的寶特點 他現在會開的 以前他是挖洞 他現在會開的 所以這個 很多的 你想不到的事情 所以這個就是 也許呢 我這樣一個人生的過程呢 回想呢 其實呢 很多事情 你可以當第一隻猴子 動一動腦子 多一點創意 讓你的生活會不一樣 這個就是我今天呢 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故事 那 首先呢 我想 我的小時候呢 我就生長在海邊 在嘉義縣附帶線 跟台南線的交界 就是在發展期的延安 那 小時候呢 這個 生活呢 非常快樂 因為我不太喜歡讀書 我喜歡自由 我不喜歡讓人家管 想要做什麼事情 我就想 我要去完成 那 小時候呢 這個 父親呢 他需要有人幫忙 我就很喜歡辦理這樣一個工作 我覺得 這樣以連在水裡 非常注意 我很喜歡這樣的意見 那 其實呢 說到小時候呢 我就要 難免要提到 跟我的父親的關係 小時候呢 這個 我不聽話 就是 我白目 那 常常被父親打 常常被他修理 那個 常常 下午呢 他一回來 他看什麼 可能心情不好 他就看你不習慣 叫你做什麼事情 我就是 這個 很白目 所以叫我往東 我就往西 結果就被挨打 常常這樣的 小時候的這個回憶 但是我很喜歡呢 跟他在那個移溫裡面 做很多事情 所以 他也很喜歡 找我幫忙 也許 他有什麼工作 我做得比較順暢 所以就這樣 這個就是 我小時候的一個寫照 那 在家鄉的這樣一個景色呢 是 常常都有 常常都有 這個是在都市呢 我看不到 那 也許呢 我長大呢 會投入 這個 跟這個土地的一些 結合的一些工作 也許我小時候的環境有關係 我覺得小時候呢 那個 風景非常美麗 雖然什麼都沒有 但我的家鄉以前 像這些樹都非常少 那 我長大呢 有一天我讀到 蘇東坡的這一首書 我感觸非常深刻 蘇東坡被人家 嚇晃山樹 結果 他沒有死掉 當然他也算是早死 但是意義而終 所以 在這個書的情境裡面 感觸是非常深刻 每一個人的一生 你不要要求平安 其實有時候生命混濁了 這樣的一個折衝 我想 對你的生命來講 會增加很多的色彩 那 這就是 我父親呢 講的這個樹木 那 現在的年輕人 比較不喜歡這個東西 其實 他以前是非常貴 這個以前 在物質缺乏的時代 那個樹木以內 我想 那是半年的很多人 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父親呢 這個 餘溫呢 大概有三甲多 非常大 但是呢 這個 我們一家有六婆 有還負債 所以他非常忙碌 他除了照顧他的遺溫以外 他還要去 去工作 他還要做很多事情 那 我父親呢 他 這個 就在七年呢 他就遺溫了 他就退休了 退休的原因不是他老 氣候的變化 讓他非常 因為你知道 這個水族不好的話 你要非常忙碌 你要隨著這個潮汐 引進水 還有 把不好的水排化 那因為他年紀大 他真的 沒辦法這樣有負擔 那氣候的因素 這樣極端的變化 這個 讓他 有時候下雨下午中 有時候就不下 那 該下雨的時候不下 不該下的時候下 所以有時候 他七年就退休了 他七年就退休了 那 他 一生呢 就 做了這個養魚的工作 養了六十幾 他自己是 自稱是一個 漁博士 他真的是不為過 他養了魚 都是比人家大 所以 我想 我們一家六婆 就 靠他這個 這個 這個漁溫呢 就這樣轉過來 那 接下來呢 跟大家分享 小時候的這個環境 其實五六十年代的人 我想 大部分大家都知道 是比較困頓 那當然 沒有辦法像現在 尤其小孩子的話 老實說 根本也沒有什麼 臉用去 那 但是呢 我的回想 我覺得我的心靈 是非常重要 因為我一下課 三四點 我就到處玩 每一天都到處玩 比如說 中午呢 我跟同學 就把衣服 偷光光的跳到河裡 這個小時候的寫照 就讓我 對這個土地 充滿了很多的這些詭異 對照今天的這個環境 我覺得 現在的小孩子真的是 很可能 他沒有看到以前 這麼 嚴死的這個狀態 我記得我小時候 然後 在這個 我去我那個 海邊 我姑姑的家 那邊呢 就我旁邊都沒有了 那 有很多這種 大牌啦 小牌 那隨著潮汐呢 很多的這個 魚蝦啦 貝類都進來 你真的想不到 禮拜六 那個時候禮拜六沒有 沒有休假 禮拜天 我就拿著那個 一個塑膠筒 欸 不到兩個小時 以下 全部都 最少半筒 這樣 吃不完 你想不到 真的有那麼多 但是慢慢呢 我就 一樣呢 這個長大 像這樣的去看 真的是 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這就是整個 熟空的變化 這個是 非常明顯 所以 小時候呢 我想 我自己呢 就 用一句話來形容 野荷無良天地寬 就是 可能連有錢都沒有 但是 他不會餓死 我可以 魚肝拿著 就掉很多 那個 烏鍋椅那個 那個 鹹水的是很好吃的 所以我掉到 霸零 什麼都有 所以 小時候就是 禮拜天呢 我自己就 自己去挖一些蚯蚓 我就可以 自己過 這個就是 小時候的這個 生活 這個寫照 那 我大概在十歲 我就想說 我長大大概要做 其實有一句話 你們大概 沒有想到 現在很多人 大家物質都蠻充裕 小孩子根本 也不會讓他 餓餓餓餓 那 各位我想 在我十歲的時候 因為也是在花育 那 我想第二節 第三節呢 我們都 會餓餓 但是我真的是 沒有錢 看每一個人 大概都有一些 零用錢 他們就到 獨立社買東西 我真的是沒有 小孩子 難免 他肚子會餓餓 所以 我就想說奇怪了 我家裡怎麼都沒錢 為什麼 很多人都有 我都沒有 我在想 我長大要做什麼 所以有一句話 飢餓的人 腦筋最聰明 我的頭腦都不斷 都想 想很多 所以 一些人他很懷疑 他說 你怎麼可能十歲 就要你知道 你長大要做什麼 我不騙你 我整個腦筋都在想 長大要做什麼 所以我非常清楚 什麼都不記得 我記得在小學 三年級四年級 我就不知道我長大 我要當老闆 我要賺很多錢 因為我看看 我的兄弟 我有三個兄弟 我有一個妹妹 看看 他們都是很勾矣 他們不是笨 他們都是比較老實 所以 我覺得 這樣一個工作 應該要我來承擔 所以 我也樂於接受這樣一份責任 所以 我就覺得 在十歲 我就說 我長大 一定要 這個 當老闆 那在 國小畢業 六年級 大概一個月以前 就發生 一間車禍 那這個車禍 也改變我的醫生 所以 生命的過程 很多事情 沒辦法一起 那 我有一個非常好的 朋友 同學 他家裡有錢 他上學期 腳踏車 我要用走路 我不只用走路 也沒有錢買鞋子 以前那個年代 很多人都連書包都沒有 那我是觸腳 就這樣走路 那鄉下的路 各位知道 沒有柏油路 那個時代是不可能 用那個 這個 洞鼠那一堆 他就 不再去上 然後 下雨的話 他就會一個洞 一個洞 那我那個朋友 遠遠看到我來 他就騎得特別快 我小時候非常調皮 我的運動細胞 也非常好 剛剛 我去上廁所 看到那邊很多人 在蹭竿跳 我是 可能是沒有栽培 我小時候 你們想不到 這個 小時候的孩子 大概最少一百五 一米五六 一個椅子站上來 手還要蹭高這樣 大概有兩米半 我蹭竿跳 我可以跳過去 剛剛看了很多小朋友 在那邊跳 我有一個衝動 我想去混亂開玩笑 時空已經不一樣 那我那個 非常好的朋友 他就混連的 就騎過來 他就給我 我都知道他來了 他跟我非常好 我們每一天都玩在一起 我要下課 一定要經過他的家 比如說上課 也要經過他的家 他看到我在前面 他故意就開很快 他又讓我跳上來 我當然就一定是跳上去 這個 以前的腳踏車 後面也沒有座位 我就這樣跳下去 那那個 面子旁邊也沒有一個保護蓋 結果 就速度非常快 所以讓我的腳 就 碰到一個洞 就跳下去 後面有一個稠層 整個壓斷 壓斷 大拇指 所以 我的大拇指 就沒有 那 這個車禍 就讓我在家裡休息了大概 一個多月 我父親 大概一個禮拜 就 要背著我到 做課宴 到心靈那邊 去接受治療 結果那個蒙古大夫 他什麼也不治療 就給你打那個 那個消炎的 結果 一個月以後 那個又爛掉 所以就結支了 那個根本也沒辦法 所以 這個很難講 也因為這樣 我就 就 不用當兵 18歲 我就直接到 高雄 就這樣發展 離開我的故鄉 就到高雄 所以高雄現在 我在這個層次 已經三十幾年 那 這個 這個 這個事情 對我的影響 非常大 因為我小時候 我這個 非常好動 特別喜歡講話 但是發生 這個車禍以後 我整個人改變 我覺得 因為你躺在床上 我一樣想很多事情 這個 其實 我那個車禍以後 我 有非常嚴重的助悲感 因為 我上體育課什麼 我 人家在跑 我就不敢跑 我覺得 這個 少掉一個大拇指 這個 這個 自己呢 有一種助悲感 所以 我一直想說 不一樣 我一定要改變我一些個性 我發現 以前 這麼愛講話 就不對 因為你聽不到人家 真正在想什麼 所以那個時候 我開始 純目 我開始改變 我在上課的 途中 理念 我就 刻意跑到一些 成績比較好的同學旁邊 我聽他們在講什麼 他們在分析整個的一些 不管是媒體啦 報紙啦 還有這個 一些社會的事件啊 欸 會是奇怪 他們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我會 選擇哪一些 覺得 比較有道理 為什麼他會講這樣 為什麼他會講這樣 我就 開始那個時候 我的 個性 改變了 我開始 很多事情 會舒服 假如是我的話 我會怎麼選擇 假如是這件事情的話 我會怎麼做判斷 我就 我這樣就改變了 那我在 講過 十八歲 就到社會上 我大概在二十一歲 我就發現 我 讀那個 老子 電子科 我出來的話 我就 會修理很多電視 電視啊什麼 那個時候是很出鄉 但是 我發現 離我的夢想 非常遠 因為 我要的工作 不只是賺錢 我覺得說 沒有被尊重 因為有一些 他不是受過專業科目 但是領的錢 跟我一模一樣 我覺得 這個行業 沒有被尊重 所以 我就開始在想說 我下一步要怎麼做 我在二十三 二十一歲 我就放跑到 我就 全部放棄 從領開始 當業務人 這就是我的 創業的開心 那我在一九八零年 就成立 這一家店 那 這個就是 行銷的一些 歐洲 這個比較頂級的這些 這個 衛藝品牌 還有Kitchen的這些東西 那 這個照片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 在一九八零年 我創業 第一次 就到 國外 這個是 我第一次出國 就到歐洲 那兩個禮拜的行程 我瘦了六天 因為 什麼心理準備也沒有 也不知道 到外面 沒有飯可以吃 也不知道 帶泡麵出去 什麼都沒有 兩個禮拜 瘦了六天 那 各位 你看了很多東西都掉光了 尤其這個 魔法是特別的影響 也不知道 怎麼吹 吹 那個吹殘 這個魔法都掉光了 各位也可以看到 這個 當時 我們 台灣 在義大利的這個 竹磚 這個行銷 數量非常大 台銀 當初 義大利出口 第五個國家 所以 那個時候 我們 這個國旗 還可以呈現在這個地方 第一次當然在國外 看到這個樹 很感動 非常感動 那 我想 特別要提到 就是我的創業理念 我在這個地方 是在高雄 南部 各位 北部 中部 南部 各位會覺得 南部 真的是很多東西 比較不足 尤其像這些 建築 各方面 我投入這個產業 我發現 真的 輸很多 不管是在 技術 還有整個造型 設計 各方面 有差很多 但是 既然 生存在這個都市 我就想說 我能夠為這個都市 做什麼 所以那個時候 我就想說 有一天 我要把世界最好的品牌 引進到這個都市 這個就是我當初的一個創業 那 我想 這個 很多事情你想不到 但是 種下一個種子 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跟大家來分享 我第一個拿到德國 這個最頂級 就是世界最大的一個水龍頭的代理球 那 我大概創業十年以後 這個 以前 這個十年 就是在打工夫 打基礎 那 我當初賣的水龍頭是比較便宜的 這個二流三流 但是我覺得 應該要賣最好的東西 給客戶最好的 有保障的東西 所以我一直朝這個 賣這個世界最好的這個產品 在蘇卡 然後有一天 我就到國外去參加 我就直接 找這個 普洛西的這個部牌 這個是當初非常好的一個部牌 我就找他們的這個經理人員 他說 但是台灣我們有代理 我說沒關係啊 那個代理是在北部啊 我可以賣南部啊 因為南部沒有人在賣 那他就來看 跟我談了一兩趟 他就說 好 南部的市場 就交給你去處理 那跟台北的那個總代理 也當面都講好 你做北部 南部就有這個 蘇先生來處理 講好了 我開始就在市場行銷了 當然很多人 就會想說買便宜一點 就打電話去找這個北部的總代理 當然他也就給他報價了什麼 然後有一天他也找一家經銷商 在高雄在跟我競爭 我也不動聲策 我就傳遵給這個 國外的這個總代 這個工廠 大家講好了他怎麼又另外找一個人 來跟我競爭 這樣 那這個老外很簡單 寫一封信給他某某人 我們已經協商好了 你在半年以內 要把這一家公司收回去 這樣 我們這個台北這個朋友 跟他非常好 有二十年的交情 就不理他 一樣 就不理他 半年以後 我就跟他講 時間已經到 但是他 一樣 那個店還在那邊 有時候市場 這個不守規矩的競爭 那他馬上隔天 就一個船人 就宗旨台北這個總代 我說 我已經跟你警告過 半年以內 你要把這個店削掉 但是你沒有分機合約 你就 我取消你台灣的總代 從明天開始 有Peter Peter Su 這一家公司 來帶領 這個Glory 在台灣的這個定銷 二十幾年前 我就拿到 這樣一個大品牌 台灣總代 就這樣開始慢慢 我的這個 經濟的規模 那這一家 不用遇了這個龍頭大廠 那是世界最大的 那這個 產品也非常好 很多客戶碰到我說 啊 用你那個水龍頭 用了二十幾年 都不會壞掉 真的 所以我們的 員工 你在行銷這個產品 他是非常做好的 這個 其實 行銷這個品牌 非常 雖然貴一點 但是是非常 所以德國的產品 已經在某些方面 他有一些特色 那接下來 跟大家分享 我的這個 第二個 國外呢 他們做一個產業 他們是分工的 他們不像合成牌 這什麼都做 他們沒有 做陶醋的 做液缸的 做水龍頭 他們全部是分工的 所以 我拿到水龍頭以後 我在想下一步要做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 一開始呢 也 物質各方面 非常切換 經濟也不是那麼 所以我都是 賣比較便宜 但是我覺得 德國的品質 是非常好 尤其他 比較他的優點 就是他有非常好的 一個售貨服務 他們對客戶的一些 抱怨啊 一些產品的 這樣一個反應 有問題呢 他們就會直接處理 不像義大利 不像化國 他們就是幾年以後 馬上換新了 你東西出問題 跟他講說 我們需要哪些零件維修 他說 對不起 這個我們已經沒有在生產 但是這個產業 也非常特別 這個是耐久才的東西 所以一個 房子 這個 裝進去的話 他是要經過幾十年的 這樣一個考驗 所以 接下來 我就再 說